东岳观沧海 蓬莱看碧波 古往今来 在山东这片大地上 创造了灿烂的奇鲁文化 也养成了山东人 重视礼仪 豪爽好客的性格 新活相传 奇鲁文化延续至今 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同时 仍然坚持弘扬传统文化 在中华文化的传承 与发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的山东 不仅是饱含悠久文化底蕴的 圣人故礼 还是中华礼仪之邦的代表 今天我们年味时堂 来到了古运奇鲁 从煎饼卷大葱中 体会山东豪情 在鲁菜盛宴上 畅谈山东年味 赏牡丹鲜艳 习山东礼仪 贫鲁味咸鲜听山海故事 与你一起共享奇鲁新年 山东 山东它作为我国的一个食材的供应的大省 它的蔬菜也好 它的猪肉 牛肉也好 它的鸡也好 都是非常的有名 它的菜有 还是各有各的特色 当然山东还会有些海鲜 因为它在焦东地区 还是以海鲜为主 当然山东还有比较有名的 有阿鸡 鲁菜作为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之首 它是从当时的孔子时代 就是得到了开始慢慢的形成发展 所以我觉得山东它还是我们的中华美食 非常重要的一个继承部分 我们现在做的是枣花糕 我大概知道 这边拿个梳子一压 首先要压一下 这样下面就会沾得更牢固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放一个枣子 然后再把它给卷起来 花蕊了 真的像一朵花了 含苞待放 枣花糕 是山东合泽的一种传统民俗小吃 也是过春节时的礼品 称其为枣花糕 是因为做出来的形状像朵花 而且也是用家乡个儿大 肉多的大红枣做的 所以称为枣花糕 枣花糕是比较代表山东传统美食的 所以我就想让你教我 因为一会儿我的朋友们 我请的朋友们是山东人 注意一个信息点 我说的是朋友们 看来好几个是吧 对的 可以透露一下 第一个信息点是山东人 第二个信息点 他们长得都很帅 很帅的就是 都是男孩子了 你这带的什么呀 我这拿着新鲜的 这个咱们今天准备的年货 OK 走呗 走吧 走 《湾那儿》 中国内地新生代男子演唱组合 组合成员分别是 月月 慕紫阳 凌超 2020年 《湾那儿》发表了 成军两年来的 第三张剧情影音专辑 《恶浪》 同年 他们也开启 2020《湾那儿》 《斯达克秀》 《恶浪狂欢记》的巡演 组合代表作 《舞会》 《恶浪》 《过敏》 作为山东合泽人的穆紫阳 今天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 月月和凌超 来到我们的年味之堂 你们 你好 你好 曹操 曹操就到吧 请坐 请坐 我带上这么多礼物 没事 咱们先把礼物放一放 好嘞 咱们先坐一坐 谢谢 老师好 我们是 《华尔》 我是慕紫阳老师 月月 林超 这个名字都透露着帅气 我姓鱼 年年有余的鱼 新的一年祝你们年年有余 谢谢 谢谢 今天是这样子 我们要做一桌山东年夜饭 刚才你们进来之前 我跟董厨正在做山东的枣花糕 但其实我家那边做的是一个大块的那种 跟那个不太一样 其实你们山东这个枣花糕有各种各样的 对 有是一种面线团 然后卷出来的 对对对 对吧 然后中间放一个枣 然后还有像鱼的形状 对对对 是吧 然后还有像兔子的形状 还有刺猬的形状 对对对 好多种 子强刚才你说你们家那个枣 这个枣花糕好像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家是一个特别大的那种 你给我们露一手好不好 好嘞 你们都是山东人 没有 羊羊山东人 不是北京他是河北的 那这个教学交给你了 好嘞 就是把这个花瓣给你两个 他知道往前面再挪一点 是吧 有细节 哎呀你这个花瓣真的比我刚才做的漂亮多了 一分为二 给他撒点面粉 防止他干 哎呦有点样子 感觉你小的时候没少看妈妈做 你们要不要动手做一下 那咱俩就跟着做呗 好吧 对我们一起人多力量大 好 按照我们子强老师的教学方法进行一下 这个枣花糕做的很漂亮 你看含苞带放 嗯 那我给他画一个眼睛 这是啥 小脸 两个眼睛一张嘴 像那个叫什么歌颅类一个 长得像不像 哎呦 你这个花也做得好漂亮啊 确实蛮漂亮的 这个花更嫩一些 你看还没开放 小弟学做饭很快 刚才看了眼就会做了 你这个还没做完呢 我真的是非常没有做饭天赋的一个人 没事 你吃又天赋 对至少站一样 其实会吃就好 过年在家里面 妈妈做的年夜饭 你把它吃的干干净净的 其实对于妈妈来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做的年夜饭 我希望你们把它给吃完 哈哈哈 没问题 你们平常都做饭吗 在家里 杨哥会做 对但是我俩几乎完全无舍练 杨哥你会做 喝一点点心结 那一会儿给我们帮个忙呗 行没问题 哇你的花做的也不一样 你们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是各有各自丑 你也做个标记吧 画个Y 好了 之前也一直没有去下手去实操过 就感觉挺难的 但其实做起来发现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做了一个牛 你做了个皮卡丘你这是 我把这个先蒸出来好不好 好嘞 辛苦于老师 谢谢辛苦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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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像是不是子杨来的时候 带了一盆花过来 对 拿了一盆牡丹花 这个花太漂亮了 看着之后就赏心悦目 对 而且牡丹品种也超级多 一个颜色里面也分很多不一样的 但有机会可以去合泽去看一下 合泽牡丹园里面就是各种 就是真的是百花齐放的那种 合泽市称为牡丹之都 牡丹又寓意着富贵吉祥 所以这次就拿了牡丹和牡丹籽油过来 牡丹籽油 牡丹籽油 牡丹籽油其实就是健康 就是用牡丹籽做的油 真棒 谢谢 我拿了一盆北京的椒盐火烧 这个火烧好像看上去像我们南方的烧饼 不一样 北京的椒盐火烧 吃法还是挺多的 可以学吃当主食 然后其实最有名的一样是炉煮 就是这种小椒盐火烧 给它掰开了 放到这个炉煮里边 炉煮就是用这个大肠和猪肺 然后加上一些卤汁蒜汁 然后调制成一种北京的特色小吃 谢谢你 这个也收了 我带的是河北熏肉 它其实跟南方的腊肉会很像 对 好香 对 而且这个肉被熏过之后也可以直接冷吃 就是给它切成片 然后直接蘸这种醋 蒜碎之类的 直接蘸蘸酱就可以吃了 还有我们带了山东三煎套 我带的是大葱 最大葱 岳岳带的是煎饼 大煎饼 还有我的大酱 我感觉好像有点原生态 但我愿意尝一尝 因为说实话我没有吃过这么大的煎饼 特好吃 真的吗 我给西姐做一个 谢谢你 我们可以给它撕个锦板 做个迷你版的 直接就这样裹着吃了 就这样吃 怎么样 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还留下了很深刻的气味 真的 这个大葱感觉很香 我以前其实有点怕吃这个大葱 我觉得味儿特别重 这个葱真的是甜味的 甜味的 我也想吃一个 我给你们做 得用葱白最好 好吃 以前杨阳没有请你们吃山东煎饼吗 没有 看你这嫌弃的眼神 谢谢你们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的礼物 其实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物 看后面 哎哟 这一个呢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礼物 看看眼熟不 我只是知道它叫三贤 但我不知道它怎么用 其实有一个三贤和那个山东邦子是一套 山东邦子应该是属于从山西那会传过来的一种曲艺 山东邦子我知道 但我还真不太了解 但是我妈是听玉剧会比较多一点 那你妈听玉剧你应该多多少少也会一点吧 天天听我妈唱的小声 来 来 掌声欢迎来一段 秦家木你坐下 咱俩说说真心我 没有 这个就是乐剧 其他还有一些小礼物给你们准备了 看这个是宇航员 帽子 还有蓝球 黑猫警长 你们各自挑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男子好不好 我要那个海螺吧 你要海螺 对 因为小时候我家里边总会放一只海螺 可以听到大海的声音 那悦悦呢 你选啥 拿这个吧 小宇航员 因为小时候其实我的第一个梦想是当宇航员 对 小时候我爸爸 他去 就是出国玩 给我拿回来的第一份礼物 是一个这个 宇宙飞船的模型 当然自己拼了好半天 拼完之后是一个 其实小时候觉得好大的一个飞船 上小学之前可能都 觉得你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宇航员 这个想法多少影响了我 就算我最后没有能成为宇航员 但是我依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选择了航空航天大学 对 所以梦想其实还是在心底种下了这个种子 对 莱马 你选啥 我想篮球 上小学之后 就特别喜欢打篮球 小时候打了挺久 那个时候是 就想打进N别也特别喜欢F3 后来就身体太瘦了 经常受伤 就把这气了 但是这个篮球怎么说呢 一直也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那弟弟呢 弟弟少年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梦想跟大部分小孩的梦想 一开始的梦想都一样 对我想当一名军人 因为小时候包括到现在都特别爱看武打片 那种夜问 对那种成奸出握的那种人民英雄 然后会很多花式 然后很多各种刀枪剑棍的那种 所以想当一名军人 那黑猫警长适合你啊 我想当一名浪漫的军人 海警 你刚说到那个海警这个词 跟我一会要来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的职业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是我从青岛请过来的青岛海事局 和海上搜救队的队员们 好酷的名字 他们也是跟你们一样 从小是有英雄梦的 然后但是他们是我们身边的真正的英雄 因为他们体格强健 然后保护着祖国保护着人民 去了解一下我的朋友们 往前看 昨天晚上发布了大风气象预警 一定要按照要求 多好船部的监控 实施进线航规定 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今天也是春运的第一天 多好这个保障公布 王修良 山东青岛人 青岛海事局交管中心副主任 远洋船长 山东省海上搜救应急专家 从事远洋航海12年 立足交管15年 指挥参与海上搜救行动40余起 成功救助船舶26艘 从生死边缘成功救起150余人 曾随第九批海军护航编队赴亚丁湾 保卫海上航线 被官兵称为亚丁湾第一船长 李祥运 山东合则人 主要负责海上搜救指挥协调工作 多次参与海事应急搜救指挥 刘亮 江苏任 刘青工作二十余年 青岛金山海上救援中心核心队员 2020年 评为海上搜救先进个人 邂逅荣获青岛文明市民 道德模范 建议勇为荣誉称号 郭子坤 19岁 2018年加入金山海上救援中心 是目前救援中心里 年龄最小的一名救援支援者 利用自身的摩托艇特长 多次参与救援行动 平安青岛金山救援就在你身边 对 以前有没有了解过这个职业 没有太了解 但就光听这个名字 就感觉很有故事的名字 对 就很酷 有点那种探险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句话是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有人是在替你负重前行 怎么说的 没有完全理解通透这句话吧 但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真的觉得 真的是非常感谢守卫在各个 岗位的人 海上搜救队呢 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的有 崇敬感 但是又很危险的工作 因为他们真的是 在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技能 和他们的这个精神的奉献 在保卫着他们应该保卫的 这些人和物 他们永远都把自己 暴露在最危险的环境当中 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心理呀 包括技能的要求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高 嗯 他们一会儿会加入到我们的 年夜饭当中 那刚好我们也可以去 了解一下这个职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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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您说 郭老师 你好 我特别带了这个牡丹子油 我们做饭可以做一下 你在包这个 煎饼 这是不是我们山东的煎饼 是 这个是看起来更香一点的 我刚才在里面已经吃了他们带来的这个礼物了 也是山东煎饼 是吧 这是你包的山东煎饼对不对 对 来 拿着 请跟刚才的对比一下 这更精致一些 对不起 这是晚上的年夜饭是不是 我现在让大家吃了是不是 没事 可以继续做 他又来了 我们刚才吃的是粗糙版 这个好像更精致一些 我感觉大厨他们包的那个山东煎饼很精致 然后外观也很好看 但是我自己是偏向于在客厅里面 拿着大葱随便一挑那个酱 然后拿着饼往里面一包 直接吃的那种 对 今天我们做什么菜 来了山东的朋友 是吧 我们肯定要做山东特色的年夜饭 我们挨个儿报菜名怎么样 报菜名 我站这儿 我先第一次来 我们挨挨个儿 3 2 1 3 自喜丸子 油焖大虾 糖素鲤鱼 德州爬鸡 素水饺 以宁老味辣子鸡 扇馅羊肉汤 山东碗头 好 好 但是我发现这里边少了一道菜 少了一个我要做的 我要做一个尖椒肥肠 为什么做这道菜 山东会吃一些这种肠肺之类的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我们每年过年反正都会有这么一道菜 所以今天想尝试一下 就做给大家吃一下 你需要别人教你吗 还是自己就拿手就上手就做了 大厨可以再指挥一下 但其实我心中有一个小步骤 这个也是尖椒吗 对吧 尝一口 是不是真尖椒 我生的吃 直接蘸酱 真的很好吃 很脆 真的很可以 就喜欢你们这副没见识的样子 给我来一口 给我来一口 有见识的人 你告诉我 这里面的籽能吃吗 籽当然能吃了 就是看你扛不扛辣吧 这就是辣的根源 那这样吧 咱们就开始开工吧 来吧 我们俩打下手 都有哪些下手可以打 按个肩颈 补个妆 给你 你俩整葱姜蒜 好 来了 你刀工可以 会切 小心 三个应该够了吧老师 够了 你俩帮我把籽给清了 在哪儿洗 后面 那边 还是他这籽很少 好烫 不是好凉这个水 谢谢你们顺便把盘也洗一洗 交给我来了 好 再来两个小红架 挑点色 然后我要调个料 这个调料就做好了 这是我们在蒸的这个早上做的吗 大厨 枣花糕要蒸多久才可以 枣花糕应该差不多了 等我们这个菜出来就差不多了 这枣花糕真的很漂亮 就好像就盛放了一样 盛放了 来 老师帮我搅拌一下 来 老师帮我搅拌一下 老师帮我搅拌一下 你唱得好好听 这是一个有爱的调料 我的声音加入到这个料里面 你看我们打下手的实在是太没活干了 你知道吗 也是不知道干嘛 有两个大头在那儿手的 对 来 我把这个拿走 对 切这个肠子 云老师要不您教我一下这个切滚刀 来 滚刀就是像斜刀 你看 这样 然后再翻过来 再翻过来 这样 直刀 看到没有 对 再切 好 再来 哦 这样对吧 可以 可以 已经上手了 顺时针 大厨 就我们仨在边上打下手 站好久 你看我们这调料也调完 就那一边端着 你看给我们点其他活干呗 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我的天哪 别 别拿走 我要去干 不知道干嘛 那已经完全融化掉了 我们刚刚还给他唱歌来着 然后他是有灵魂的一碗汤汁 你是用音乐来磨刮它 对啊 给我拿个盘子 来了 小那谁 来了 今天我就是你的助手 你看我们边上等了就没活干了 你说 哎呦 不好意思 我要抢活了 绝对抢活啊 放着我来 来 那个倒油 好嘞 来 小那谁给我滤滤旧的 好嘞 炒入香味 非常爆香 哦 小那谁 这些袖子 好嘞 我们差不多加青椒吗 余老师 可以 好嘞 青椒断生 咱又加料 这你叫翻勺特别咸熟的感觉 是吧 好 可以了 好了 到了 小那谁 撒圈倒 你这个撒的也很专业 配合100分 我忍不住想教你一个大翻 来 下半天 坐 好嘞 出锅 鲜椒肥肠 还行吗 老师 可以 很好 鱼老是这样的 我带了一个当地也是山东的 专门用中草药跟乳制的 这么一个挤 然后用盐把它鱼制出来的 等一下桌上加了一下 大家就可以吃了 又健康又营养感觉 这样你们继续做好不好 因为我还有其他几位朋友 我要去接一下 好嘞 那我就先撤了 好嘞 放心 辛苦 那大厨你们先去 那我们先去餐厅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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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 菜齐了 这叫什么菜 糖醋鲤鱼 好 你们请坐 我先去厨房 谢谢 大家好 嗨 哦 哈嘞 欢迎来到我家的客厅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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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带来的四位新朋友 我们先坐嘛 好 其实我刚去接他们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你知道吗 迎面走来四个穿制服的 你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穿的轻松一点来 想体现我们的特色吗 是是是 既然是这样我们体现特色 那我介绍的时候你们也保持特色好不好 好 喊到名字大 请举手 王秀良 到 李祥玉 到 刘亮 到 郭子昆 到 木子洋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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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到 弟弟 到 到 这林超啊林超啊 我们叫他弟弟 他们三位你们之前见过吗 嗯 我认识 你认识啊 我认识 因为我对象马 经常看他们的选秀节目 天天给我见到 帅哥帅哥 今天赶着要闹了 闹着也过来 我说不能过来 导演说了 经费有限 因为今天四位老师都是穿着制服来的 对 所以会给我一股非常强烈的冲击感 就是很 很威风 还有那个气势在 对 好 我们可以开饭了 在此之前温馨提醒大家 我们春节团圆聚餐要使用公筷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两副筷子 好 我尝尝那个 枣花糕 这还热就暖 我们刚刚蒸出笼的 早花糕 意味着年年糕 节节糕 中间这朵花给我 你是我们桌上唯一一朵横花 我们都是绿叶 王老师你好会说话 本来也是 我听说山东好像有一个 就是吃年夜饭的习俗 就是谁家就是请客 就是那个主人 他要把自己的第一块 送给他的主兵 要不这样咱们这一队代表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山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吗 有 但是右边为主编 右边为主编 对 那我就送都送了 算了 不这么讲究了好不好 那我们来开工了 哇 你的这个大肠 做得很入味 是吧 你们尝尝 讲真话你们觉得这个大肠怎么样 讲真话你们觉得这个大肠怎么样 味道很正宗 就是这个辣味吧 点准整个菜的味道真是特别开胃吃了之后 刚才就很饿现在更饿 更饿了 更饿了 开胃了嘛 开胃了嘛 你觉得那个肠有没有那种脆脆的 但是又不是很腻的感觉 对 伙伙掌握它就好了 其实跟你讲一下 这道菜是穆紫阳刚刚下午亲自说的 哇 人厉害 对 然后给您 对 摘点饺子 谢谢 给他们也聊聊 谢谢 麻烦了 饺子味道挺好的 很棒的 嗯 单鲜馅 饺子不是我们亲手包的 我们有鱼厨在帮我们整一个掌控菜品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顾老师 他去买我们下一次要用的食材了 您知道这个什么样的菜是最好吃的吗 嗯 用心做的是最好吃的 谢谢 突如其来的花奖 那你就说这道肥肠用不用心 都挺用心的 认真点评一下好不好 真心的 因为紫阳嘛 我跟紫阳我们都是合的 真的啊 对 这是我地道的老乡 您是合的哪 合的剧 所以你们是老乡见老乡 要哭一个吧 老乡见老乡 你们可以举起饮料杯 互相碰一个 不容易 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干 饮料是吧 嗯 月月你觉得哪道菜最合你胃口 我目前最喜欢辣子鸡 这个辣子鸡是做的湿辣子鸡 它有那个干炸的 嗯 流浪老师呢 你最喜欢吃哪道菜 辣子鸡 平常在家里也愿意吃辣子鸡 嗯 那我们给他夹点 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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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过年感觉 氛围怎么样 跟以前小的时候过年 有什么差别吗 小时候吧 可能就是盼着过年 因为过年的穿新衣服 吃好吃的 现在可能盼着过年 其实就是盼着回家 就是见一见爸妈 是不是 您父母现在还在山东 在盒子 您工作是在 青岛 青岛 嗯 所以就过年的时候 就回一下老家 不 我们这个工作吧 是全年无休的 基本上两三年 才能回去一次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年 在家里倒还 印象都挺深的 嗯 但是有一次是在单位 我记得那好像是 16年 就是我 第一次没回家过年 嗯 然后那一天晚上除夕 正好也是 在忙着输到交通 忙到了晚上11点多 后来我们居领导 给我们送的热腾腾的饺子 陪着我们过年 虽然说年夜饭很简单 但是真是很难忘 哦 难忘的年夜饭 对 很难忘 以前我是跑船的 特别是2005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总是从天津 往日本北海道那个方向跑 总是碰到大风浪 那船晃得特别厉害 都是在移动 那么这时候呢 大家可能简单吃一个饭 也没有吃饺子 然后互相拜了一些年 然后就 各回工作岗位了 那么这时候我才真正地体会到 什么叫同舟共计 共保安全 可能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是很心疼他们的 要我自己 我都无法想象的就是过年了 大家互相说了一句新年好 继续回到工作种岗位上 可能那个他们在海域 也没有信号 也没有办法给家人打个电话 什么之类的 只能默默地想 然后默默地 继续干手头上的事情 我觉得那种状态是非常值得尊敬 非常值得令人敬佩的一种状态 像我们这种吧 别人放假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任务最多的时候 因为很多外地游客到青岛去游玩 我们就必须加强巡路 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还好 我基本每年过年都在家 难忘的回忆就是 我爷爷奶奶就比较亲我 因为我长孙 然后都在家里一块团聚吃饭 就会去比说 谁吃饺子吃的钱多 我也不是很能吃 我肯定吃不惯他们那些能吃的 但是你运气好 一开始是觉得是运气好 后面发现是因为奶奶包饺子 然后奶奶会把有钱的饺子 单独分一盘给我 所以我基本吃的 各个都有饺子 但是我总觉得到现在的年味 就是跟以前的年味 稍微还是有一些些小小的差别 你们以前过年的时候 感觉跟现在不一样吗 不一样大了 青岛现在不让放鞭炮了 小的时候点鞭放梨花 现在不让放了 现在不让放了 你们会很想放吗 男生的童年好像都在放鞭炮的过程 现在的鞭炮其实五花八门 以前小的时候的鞭炮好像还更 怎么说呢 好像都那几种 大江南北都那几种 你们明白吗 就是土炮 就是行 你们小时候玩过甩鞭吗 甩鞭 摔炮吗 对 摔炮 还有那种擦炮 把它擦着了 然后弄下去 一丢 对 一丢 我小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已经更新到那种二连炮三连炮五连炮那种了 零零后 零零后 你点一个之后然后一扔 然后它会产生四声响 蹦蹦蹦蹦 感觉挺响的 有一次我就记得在街上想耍个帅 当时也是过年穿着新衣服 然后往天上一扔 然后就走了 结果那个炮刚好掉到我帽子 四声 蹦蹦蹦蹦 我整个新衣服也扎烂了 然后整个耳朵全 嗡嗡响 对 那你当时多危险 你要是正面的话 那我们就看不见你这么精美的脸了 后怕多 是挺后怕的 对 还是要注意 对 所以你看 这个燃烫烟花爆竹 千万要注意安全 其实不管怎么样 这个年都是挺有滋味的 现在其实也有现在的美好 是吧 你看我们坐在这里 能够吃周年夜饭多好 是 要给大家提点一下 就是燃放烟花爆竹 现在不让放竹 也是为了保护环境 对 其实刚刚你是不是说 你小的时候的新年 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你们有赶集的时候吗 赶大集吗 没有 小时候我哪家在东北农村 然后过年回哪家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就是去赶集的路上 对 当时我记得 我们赶那个旅车去 一共才十公里不到 走了三个小时 坐那个车走的时候 你试试你下来走 你走的是比那个旅车快的 你知道吧 路程比较好玩 就是一路就是游山玩水的感觉 对 然后去那个买个小游戏机 小霸王 小时候买小霸王 对 村里挺好 是 可说呢 什么都有 现在是当年看起来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回忆 你不觉得那个时候 和现在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这个时间的感受不一样 那个时候好像感觉挺 踪散 挺闲散的 现在感觉时间都好紧张 对 节奏变快了 王老师 您从事工作是多少年了 在船上跑船12年 到海市以后 是现在第16个年头了 而且都是在 这个海上搜救这份工作上 嗯 那你有没有在就是从业这么多年当中印象最深的 搜救的一次行动啊 一共参加了40多起了 组织指挥 那么最深刻的一次就是2018年的冬天 当时是一个晚上我们突然接到报警 就是一个外籍船在进港的过程中 有个船员突然落水了 当时一是晚上 第二个是个冬天 第三个风浪特别大 是七八级的风浪 那么还有很多的船是在进进出出的 那么这个时候对人的生命危险就非常大了 最主要是找不到 晚上看不见 那么我们就让后面的船马上减速 然后东方扫市 然后派出快艇进行组织救助 然后我们根据水流的漂流方向 然后派快艇四边找寻 那么这个时候 非常幸运的是40分钟就把这个人给救上来了 40分钟 对啊 40分钟 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 因为在水里边多一分钟 它可能就是失去意识和感觉 就像一个电影 生死十度一样 这是栽生的在海上上演了一次生死十度 我印象是比较深的 那么当时这个海水温度特别低 对 十度左右 这种温度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就是一般的人 也就60分钟之后 可能就要昏迷了 就是没有意思了 我们看过太太那个号 那个男主角在最后下去的时候 它是有意思的 但是它已经冻僵了 所以是顺水就下去 对对 人体控制不了了 对 冬天救助是最难的 特别是人落水了以后 所以说时间就是生命 对我们来说 我可能没有我们主任这个阅历丰富 我觉得我参与过的 所有的搜救 现在都是历历在目 真的是这样 然后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 19年夏天 有一位福建的渔民 我们就是12395 报警电话接到报警 说是这个失联了 然后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去派出救助船 去搜寻它 前前后后我们也搜寻了好多天 还有沿线的船舶 我们都组织去找这么一个人 最终呢也是把他救上来了 但是这时候呢 这个秘密已经在海上漂了11天了 哇 对 所以说我这为什么印象深刻 我感觉到人的这个生命啊 真是特别的坚强 令人赞叹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搜救人 我们海事人 对于海上每一个生命遇险 我们就是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不会去放弃 对 这是全是我们一种工作作风 它这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了解啊 它是出去打鱼 然后它船上的燃油用完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海浪把它越推越远 手机也没有信号了 所以说它没法联系 是一天它自己在海上漂的 你看没有手机的情况 可能还是存在的 现在咱们的北斗系统 随时可以定位 可以发通信 特别实用 所以这个要感谢中国的科技发展 对 真的以前就是想都不敢想 你看那古人出门 代个就是叫指南针嘛 对吧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四大发明啊 就是古人的智慧 但是现在你看科技的发展 可以让我们的搜救工作 也变得相对来说 可以依靠科技的力量 更加的精准 特别精准 特别有效 高效 对 应该是18年吧 18年夏天的晚上 就是有一个青岛的小年轻 他应该是从青岛的伊域那边下水 他一开始是想划那个冲气阀 然后从青岛滑到竹岔岛 他想自己划船划过去 然后他是下午出发了 到了晚上 他划了可能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吧 我那时候已经在家休息了 然后接到了这个球球中心的电话 他就在那个航道那个位置 然后就停那儿 他动不了了 他划不动了 没劲了 没劲了 也不是他自己发的那球球信号 是他自己发的 他在近海嘛 还算是近海 就稍微有点距离 他打着球球电话 然后最后是通过微信共享位置的方式找到了他 然后你往着那个方向开 然后拿灯罩着 最后晚上把他找了 把他救了上来 那说到这里 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就是刚才那个小郭说的报警 在海上遇下来之后 你要怎么报警呢 其实在海上 尤其是在近海 就是手机有信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拨打 110当然是可以的 对吧 报警电话 也可以拨打我们海上搜救电话 12395 为什么叫12395 12395 对吧 好见 12395 对 所以这么危险的工作 我就是想问各位 就是你们为什么当初选择这个职业 而且并且一直坚持下来 坚持到现在 我当时大学选这个专业吧 最主要的是想 这个比较向往大海 想着从这船去周游世界 去见识一下世界 那么后来为什么从事这个工作呢 因为你从生死边缘 能挽救别人的生命 尤其是看到获救者和家属含泪代孝的那个面容 就感觉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 特别有意义 所以说一直坚持下是我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真的从生死边缘把人的生命救回来 我小时候没见过大海 就特别向往大海 然后我就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航海专业 后来我也有幸考到了海事局搜集中心 正好这个职业和我这个个人的一个追求 正好契合到一块了 所以说我就想着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好 就要承担这份责任 再一个就是像我们王主任说的 有一种满足感 其实我觉得就是父母给孩子的这个教育了 或者说是他传递给的一些 他传递给孩子的一些东西非常重要 就我父亲还有我母亲从小就是教育我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然后反正我也是就是尽自己能力去帮助大家 但是身边的人不会对你们有担忧吗 就尤其是已经成家的 因为原来我是跑船 那么家里边后来又上了海事同时这个工作 那么家里边对我做这个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现在这个力量啊科技啊发展得非常快 那么我们在海上搜救的这个装备技术也是快速的一个提高 所以说搜救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我结婚之前啊 我对象不知道我是干这个工作的 结了婚之后 他只知道我从事是海事工作 那么海事哪一方面呢 他也没了解我也没说过 直到现在为止 可能我觉得他应该会了解一些的 但是我也不想让他担心 就是有时候能少说一点就少说一点 刘亮老师呢 就是叮嘱 叮嘱多于担心 因为他了解我 也比较信任我 肯定会有担心 但是还是 作为家人肯定还是非常骄傲的 他们在默默奉献 一直撑我们过一个非常好的节日 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人 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我们海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时候 就是救援的时候 其实吧 每一次救援都危险 对 因为在水里和陆地救援不一样 你在陆地上它是一个固定的 但是在水里它有海浪 知道吧 你使不上劲 它会随多去 特别是在靠近教室的时候 你如果控船控制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和教室发生碰撞 发生二次事故 那我想问一下郭子坤 你们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对 他们会有专业的培训 每年都会有培训 然后包括从游泳 然后急救 心肺复苏 然后这些都会有培训 都是持症 那你们对于这种游泳的速度 包括体能 是不是有非常明确的考核标准 对 他们会有考核的 那他们仨就考核一般能过不 我不会游泳 我不会游泳 真的吗 你们都不会游泳 他会 他会 费一点 如果他不会游泳的话 你们一般教那种汉鸭子 你们该从哪里开始教起 我们一般不教游泳 扔水里 对 一般反正我当时我教练 还有我爸当时教我的时候 就是扔海里 先从喝水学起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爸当时也是一个比较爱玩的叔叔 我小的时候带我出去骑摩托艇 然后就把我一脚踹海里 他就骑着踢在前面 我就在后面跟着游 叔叔当时也是做海上救援的 对 那你是子承父业 对 我是因为我会担心我父亲有危险 所以说我一开始会去陪着他去干 因为我觉得上年了 后来接触了一两次以后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比较有意义 我本身就是会的这方面东西比较多 我本身也比较爱好极限运动这些东西 然后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我觉得很好 而且是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救人吧 对吧 你不能反正 你也不能反正聊哪吧 在你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就自己竟然有这个能力就要去帮助人家 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给到过你们一些 让你们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教育的方式 甚至于让你们可以觉得还可以传承给下一辈的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跟大部分家庭都是一样的 母亲会给你无限的宽容 父亲会给你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小时候也是毛病比较多 吃饭容易叭起嘴 很容易就是不好好吃饭 对他都会直接就是勒令训斥我 对以后吃饭不训叭嘴 在家里揍你 严父慈母 我也是严父家庭 然后我爸给我带来最深的一点 就是他是一个从来不会打无准备之杖的人 就他想做想完成一些事情 比如完成一个项目完成一个工程 他一定会提前做好准备 写一个规划表然后一步一步按 没错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准备 我其实觉得我还是学习了 我其实跟他们两个刚好相反 我父母都是从商个顶户 他们都比较自由 所以从小就也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那些 给我造成我的性格也是属于 就是大大咧咧的 我觉得这个给我影响很深 是我就是我如果生了小孩之后 也会给他足够的自由感和空间 那2021呢我们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开始了 牛年嘛牛气冲天 那你们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新年的 愿望或者寄予 其实对于整个我们团队来说 因为2020年是我们找到方向的一年 真正的可能确立了一些 因为就是内核的东西 觉得自己要坚持的东西 要顺条路继续走下去的一个信念吧 然后2021年希望在之上有一个大跳跃吧 沿着这条路努力冲刺一下 对 2021年是我们会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追求更高的一年吧 先立个小目标吧 先学个潜水吧 学潜水 很实用的技能 在海上遇到任何问题 12395 我就记住了 先记住这个 尽量还是不要记住 记住 但是希望用不上 希望用不上 希望可以得记 希望可以 大家都可以简简单单的过日子 简单平安就是福 我还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海燕和清 一帆风顺 海上平平安安 一心未功 谢谢 谢谢 我就想着 下年我们能少忙活点 因为我们少忙活了 说明这个海上就没有什么事故 没有什么风险 平平安安的 大家都 安全一点 对 我希望就是我们救援团队 也是能比较轻松一点 只要是我们轻松了 那么大家都安全了 希望到我们青岛游玩的游客 能玩的更好 更开心 好好学习天向上吧 然后希望大家都平安安 然后也祝三位哥哥 这个新的一年一番风筝 好吧 来 我们一块吧 来来来 来 一块一块一块 好 事业上进啊 好 平平安 健健康康 我们这么欢快的时刻 可以留张大合影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像你们有发现我们今天少了一位 我们的顾老师没有在我们的合影里 对 他去买我们下一次要用的食材 又去买食材 又去买食材 顾老师太忙了 顾老师太忙了 年夜到啊 顾老师我们会安排后期老师给你在边上披一个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 哎呀 老板 好 四川的特色 我今天要给你介绍几位朋友 啊 哈啰 哈啰 你到底听不听得懂 这是四川新所场 哇 第一道菜的话是成都的小吃一绝 伤心良粉 哈哈哈 这是给依依准备的 孕育着新年勇敢正义 好 谢谢 对未来还有什么样更大的期待 就是挖掘川菜最本真的一些味道 能够做最真的自己 最开心的自己 不忘初心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拿起麦克风 来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